什么叫寄来之则安之 既然来到这里了 就安葬在这里吧 这是著名典故《论语》中的一句话 聊前提醒 本视频纯属虚构 请放心观看 《论语》是孔子学生整理 孔子在世时所说的道理而成 也是孔子死后道上的规矩 毕竟孔子在世时 他的规矩就是规矩 孔子在世时是礼仪春秋 孔子先世之后便是战国争霸 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身高2米2的山东大汉 也有当时响彻环宇的帮派儒家 设立了其善儿堂口 堂主全是其清传弟子 还有三千多名小弟 速度奇快 力量惊人 能举国门之官 腰间佩戴一柄长剑 名誉德 所以他常常以德服人 如果你和他讲道理 他就跟你讲道理 如果你不和他讲道理 他就跟你讲物理 他每人传授手下 人这门技术 所谓人 就是把人分成两段的打架手段 并且常常语出惊人 教授弟子 如何在道上混 子曰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翻译过来就是 我喜欢钱 所以直接拿住你的钱 这是很有道理的 子曰 君子不弃 翻译一下就是 我打架 从来不用武器 用拳头超度对方 方才显得仁义 子曜曰 人不知而不悦 不亦君子乎 别人不知道我的大名 可我还没有发怒 这已经喊君子了 最主意的还是这两句 第一句是三人行 必有我师 翻译一下 就是三个我走在一起 可以看作一支军队 战斗力 可以抵一个师 第二句是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翻译过来就是 三十个人 才能让我站起来打 四十个人 我会打到他们 怀疑人生 五十个人 我会打到他们 知道我才是他们的天命 要六十个 在我耳边说好话 我才能消气不打 如果有七十个人 来围攻我 那我就可以 放心大胆地 发挥实力了 但是这样的孔子 也要去求教老子 老子只有一句话 若水三千 只取一瓢眼 意思就是 告诉孔子 你三天弟子 弱得像水 我能在三千人中 取你手机 并开瓢银血 这才是当时 倒上的状态